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用Profit Diary的Primer来做一个提亮 我用的这款是02号的粉纸色 是适合像我这样偏黄肤色的女色 它的主要功能哦 是用来修饰我脸的暗沉 跟让我的肤色看起来比较健康跟白亮一点 把它涂在脸上过 就可以用美妆单把它推开来了 跟着就可以用Profit Diary的Liquid Foundation 来做接下来提亮跟遮瑕 我用的是B10自然偏白色号 同样是适合像我这样偏黄肤色的女生用 如果你们想要你们装自然白的话 记得记得不要买太亮的色号 就买比自己的肤色亮一号的那个色号就好了 这个步骤一定要有耐心的慢慢把它推开哦 不然你的妆容就会不均匀 然后就会很不自然的 接下来就用遮瑕膏来遮掉脸上的那些瑕疵 我主要都会拿遮瑕膏来遮我的黑眼圈 我的兜音 鼻翼粗 跟嘴角 涂完过就可以用每妆单轻轻的把它拍开来 然后我就用褐色的眼影来修我的鼻影 我用的是这款精力盘 颜色真的真的很漂亮 它的延展跟预染度都很不错 但是显色度会薄一点点 所以你要上色多几次 才可以显出那个颜色 所以我会用note of wolf这个颜色 来上我的鼻影 轻轻的把它缩在你的鼻影两侧就可以了 如果你像我这样不小心上多了 你只需要用美妆单轻轻的把它擦掉就好了 接下来就是时候上腮红了 我买的这款是中橘色 是比较自然活泼的颜色来的 把它擦在眼颊上 然后再抹开来就可以了 如果颜色不够深的话 可以像我这样多涂几次哦 跟着我就用highlighter 来打亮我的皮肤 用刷子轻轻的刷一下 然后就刷在你的脸颊跟皮头处就可以了 它的效果真的很好看 是那种很自然的bling bling 让你的皮肤看起来亮亮的 接下来我就会用眉笔来画我的眉毛啦 我每次见眉笔是霜头的 一边是眉笔 而另一边就是晕染刷 首先先用刷子把你的眉毛抒起 然后从眉尾开始画那个形状 再慢慢的画到眉头处 再慢慢的画到眉头处 画完形状过就可以把它们都涂上颜色啦 因为这个眉笔颜色不是很省 所以你可以多涂几次来让它的颜色显色 上完色过就可以用刷子来把你的眉毛均匀的熨染了 这样你的眉毛就会看起来很自然了 其实老实说 我不是要画眉毛 常常也是失败 打掉紧啦 跟着呢 我就用concealer把它涂在我眉毛的上方跟下方处 然后就会用手慢慢推开来 这样我的眉毛就会比较泽气一点 然后就到了画眼妆的时候啦 首先我会先用精力盘的water lily 来做一个打底 涂抹我整个眼窝 也不要忘记把眼皮下方也涂 再涂抹我 跟着呢 我就会用精力盘的Rosie Sunset 来涂在眼皮的内侧跟外侧 把它涂在大约三分之一处那里就可以了 所以外侧下方也要涂喔 接下来我又用回water lily这个颜色来做一个云染 所以你只需要用刷子从眼后方慢慢的锁到前方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用glow这个颜色来涂在眼下前方 让眼睛看起来bling bling亮一点 最后呢我会用wave这个颜色来做一个最后的体量 so 只要把它涂在眼睛的中间 然后再轻轻的拍打它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就会用一个比较深色的眼影来换一个眼线 我会用muse这个比较深透色的颜色来换一个很淡的内眼线 so 只要慢慢的把涂在眼睛的下方处 就会做出一个很自然的内眼线 so 只要慢慢的把涂在眼睛的下方处 就会做出一个很自然的内眼线 接下来我就会用眼线笔来加深刚刚画的内眼线 so 我会把眼线从眼尾慢慢的画上去 所以我会把眼线从眼尾慢慢的画上去 画到眼中间就好了 然后我就会用眼睫毛把我的睫毛加巧 加完以后就可以用睫毛膏把睫毛缩起来 就大广告成了 但是我们有一次要拦住 所以我刚刚把眼线的那个眼线 我们会用睫毛的睫毛衣服 那我们的眼线的眼线 以后就会用睫毛衣服 我们会跟着眼线的眼线 让我们的口红依迟久一线咯 接下来我就涂上口红啦 我用的这款是V09的精力色 也是适合黄皮肤的女生的 涂之后就会显嫩加显白 因为我不是很喜欢很深的口红女色 所以我会用泡沫把它泥掉 最后最后就是涂上蜜粉啦 发现出有多的地方来额头啊 记得多吵 就这样子一个自然白亮的浪漫走肉就完成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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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